英里王喊话,光明终会战胜黑暗 欢迎大家收看4月12号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26天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兵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洛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53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4683人 新增3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76人 不过也有113人治愈 累计出院达2108人 根据牛津大学旗下的研究报告指出 马来西亚应对新冠肺炎的反应和聚踪上 在东南亚国家排名第4 在全球排名第51 元首后和柔苏丹捐物资 元首后和柔佛苏丹齐献爱心 国家元首后东姑阿兹沙阿米纳捐献100张病床 给双西卯诺医院和50张病床 给吉隆坡中央医院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 也捐献42台呼吸辅助器 给柔佛的所有医院 好心女牙医 越帮越多人 西达雅市政府诊所的牙医 她了解到一些人因疫情而守庭口庭 于是先向邻居伸出援手 后来她又在社交媒体询问 哪些家庭需要获得援助 如今她已经为超过350户家庭 提供生活必需品 被人称为好心女牙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大家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联合国出肺炎童话故事书 为了提升孩子的防疫知识 联合国多家机构与合作伙伴 推出了一本名叫 你是我心中的英雄的童话故事书 书中讲述的是主人公在梦境里学习 如何在疫情期间保护自己 家人和朋友的故事 有兴趣阅读的朋友 欢迎扫描二维码 防疫要从小做起 疫情期间 泰国曼谷一家医院 为新生儿准备了特制的防护面罩 宝宝带着粉色防护面罩的照片 在网上疯传 很多的网民都觉得宝宝超萌 顺道一提 明天就是泰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泊水节 但泰国政府决定把假期取消 闭谷于民众在家里离佛 听女王精神喊话 光明终会战胜黑暗 英国女王伊丽莎百二世 在复活节前期 发表了在过去一周内的第二次喊话 这是女王在位68年来 首度在复活节前期发表讲话 我们来听听她说了什么 这一周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英女王就发表了两次的精神喊话 由此可见 疫情真的非常严重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呢 我们要好好配合国家所安排的防疫行动 那么我们才能像英女王所说的那样 把黑暗打败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将会给丁燕 谢谢 虽然最近全球 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数不断攀升 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很多 人性光辉的一面 有很多无名的英雄 一直在默默地付出 捐赠物资给有需要的人 而各国的领袖 也纷纷站出来 精神喊话 为全球的人民加油打气 愿全球团结 愿全民平安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兵燕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发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